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PS4和Pro的总销量达到了41,000台以上 但是PSPro的销量却不如上个星期那么强势 仅有8000多台 有人说可能是Pro缺货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日本地区喜欢玩的日式游戏 并不需要Pro多出来的机能吧 黑五促销嘛 你看常年在周销量100台左右打赚的日本Xbox One 这都快800台了 强势超过PS3不是吗 外媒消息 PSVR下调预期销量 从原计划年内销量260万降至75万 几乎快降成零头了 也许是产能不足的原因 但是更可能是VR这种初代产品的体验 还不能被普通消费者认可的原因 毕竟无论从各方反馈 还是小编自己的体验来说 目前的VR产品 包括PSVR HTC Vive等 确实可以做到非常棒的沉浸感 但是他们的游戏 游戏性都很低 小编买了HT Vive不久的时候 就想出一个有关VR的报告类视频 但是一次次写稿子 一次次的又退翻重写 VR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 发展非常快 也许半个月前你对它的看法还不好 半个月以后可能就又出现一个虽然不满意 但是眼前一亮的游戏 让你改变看法 所以小编在这里建议 不是特别喜欢长线的玩家 可以不急着买VR设备 但是已经购入VR设备的玩家 完全有理由 对你手中这台设备的未来充满希望 其它的快点说 《绝体绝命都市4》 宣布将支持PSVR 那么中文呢? Xbox国行官微宣布 6款游戏已经过神 即将登陆国行Xbox One 嗯...国行引进体感游戏倒是挺积极的 任天堂网络ID服务加入繁体中文支持 并且注册页面已经加入了中国香港 澳门台湾地区的选项 老人开窍了吗? 种种迹象给人希望 NS会有中文吗? 明天就是TGA年度颁奖了 今天就不播片了 大家心目中的年度游戏是什么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宁 明天就会论